為了在亞運的棒球項目中 籌組最強中華隊 體育署是召集棒球協會 以及職棒聯盟與工會等代表 進行第三次的協調會議 中職的正副秘書長也通通列席 各方人馬共同見證 一項球員的保障誕生 只要等到金管會同意 預計這次中華棒球隊成員 就能夠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 為國爭光 不過這次的中華代表隊 已經確定無法看見 彭正銘以及林志勝等一級球星 我想我們在第二次的 這個會議的時候 職棒聯盟也清楚地表達 那就是說他們初步認為 這個亞運是二級的賽事 只是在體育署的正興棒球計畫 當中 則是把亞運放在一級賽事 而這樣的認知差異 體育署也有心化解 未來可能有二零年的奧運 還有這個未來的經典賽 是不是我們邀請中華奧會職棒聯盟 還有這個棒球協會 針對未來我們參加國際賽事 的這個層級的問題 我們在審慎的再來整個研議 其實從聯盟稍早公布的賽程中 並未就亞運期間做出調整 就已經可以預見現在的結果 不過這三次協調會議 雖然最後無法讓職棒球員參賽 但當初公會提出的四大訴求 至少保險這部分渴望達成 對這次的中華隊成員來說 還是增添了一項利多 外區新聞 郭登陽 張基元采訪報導 我們都知道